觀眾朋友 你好 這兩天 有一張照片撼動了全世界 應該所有的觀眾都看到 這一張照片 這是一個小男童 很不幸的在土耳其的海灘溺斃 那其實有一個很特殊的情形 是類似這樣子一個災難 悲劇 其他各國的媒體 幾乎都會打馬賽克 但是這一次 幾乎所有 特別是在歐洲的媒體 都不打馬賽克 其實你看到那個畫面 我們看到這其實是歐洲很多媒體 都是這樣子去處理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其實是真的非常震撼人心 就是第一個他穿的就是小男生的那個衣服 其實如果當爸媽的看到 應該那個心都是揪在一起 他其實應該是很快樂的在度過他的童年 結果他遇到這樣的事情 因此在這個禮拜開始 歐洲許多國家在檢討自己是不是太過狠心 是不是在面對包括敘利亞在內 還有很多非洲的這些難民 太過於見死不救 其中包括德國開始全面性檢討 他的難民政策 是不是要大做調整 而在這幾天 德國總理梅克勒他也談到說 應該接下來會大量的接受來自於敘利亞跟其他國家的這些難民 可是我們今天要從這樣子一張照片來看一看 不管是在臺灣 不管是在世界各地 面對這種幾乎是叫做全人類的共同恥辱 該怎麼辦 而很多人在批評說其實歐盟國家也是很民粹 因為這樣子的難民悲劇其實這兩年來是層出不窮 光是今年到九月三號為止 至少已經有將近三千個人 不幸在海上遇到船難 不幸在路上遭到窒息而死 將近三千個難民已經死去 現在才要來談這件事情 可是真的叫做所謂的歐洲國家見死不救嗎 面對幾百萬 數以百萬計的難民 湧進去自己的國家 這是造成非常大的一個經濟上的負擔 甚至是社會治安 甚至是宗教衝突的這問題 世界各國該怎麼面對 今天來談這個題目 先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是已經很久不見 離開公共電視已經一陣子 不過他現在還是國際記者聯盟的執行委員 家長你好 大家好 信聰您好 非常謝謝你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的副教授 賴岳潛大老師 信聰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東吳大學政治系的副教授 同時也是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的主任 吳志忠吳老師 信聰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一張照片 可以改變全世界 一家四口擠在橡皮艇 想要前往希臘科斯島 如今卻只剩下他一人 孤零零的守在土耳其法醫辦公室門外 領回三具冰冷屍體的阿布杜拉科迪 忍不住悲傷的情緒放聲大哭 去年伊斯蘭國攻陷 西里亞邊界城市科巴尼 阿布杜拉帶著七小桃到土耳其 打算投靠居住在加拿大的親人 悲劇發生後 加拿大當局表示願意給他公民權 但已經被他婉拒 居住在加拿大溫哥華的親人 想好悲痛萬分的懊悔 懊悔當初不應該資助手足骨肉 逃離西里亞 因此我希望所有人都聽到我 然後回到 主要是在土耳其 在玻璃 在那裡 所有人都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然後就去阻止他們 我再不想家庭再滾 我再不想看他 这起难民幼童落海身亡的事件 在世界各地引起极大的震惊与怒火 呼吁当局以更积极的作为 处理难民危机的声浪四起 高举反移民政策的英国卡麦隆政府 至今就只收留了216名难民 引来国内民众的反弹 要求当局收容更多难民的连署活动 人数已经多达19万1000人 突破了10万人 国会就必须将这个议题纳入讨论的门槛 各地议会的议员这两天更是接抗议电话接到手软 民众表示卡麦隆的做法让他们蒙羞 介绍我们第四位特别来宾是 政治大学外交系的教授李登科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家长我先请教你 为什么这张照片会引起这么大的震撼 之前其实不管是那么多的船难 然后在路上也有那种卡车 让几十个难民窒息 那个都没有引起那么高度的关注 为什么这张照片 我觉得最近这一阵子 我跟国外的朋友 就是记者朋友联系 他发现其实这张照片 为什么在全世界 引起这么大的震撼 原因是他整个图片 照片的结构 他那个张力太强了 在一个无人的海滩上 就一个小男孩 孤零零的躺在那里 面朝着沙滩 这跟过去我们看到 在海上漂流的难民 有数十人 数百人 这样子一个带救援的情况 是完全不一样 而这一次呢 非常的让人震撼的是因为记者 他能够很接近这个小男孩 去拍这个照片 而这个影像传到全世界 透过社群 透过像推特 或者像其他的social media 快速传到全世界 引起的震撼 效果是比传统媒体来得大 所以我这两天 也在跟法国跟记者的 这个朋友 他们在联系的时候 他说这张照片 在欧洲引起的震撼 是过去一年来 谈这么多灾难 难民的问题 没有过的这么大的震撼 所以也引起了 就像您刚刚所讲的 这个引起了欧洲的民众 开始思考 到底他们的国家 对于这个难民政策 还有欧盟现有的 不管是都柏林规则 这样的一个 协助难民的条款 有没有帮助 而哪些国家有能力帮助 哪些国家没有意愿帮助 到底为什么 就引起很多的讨论 不 蕾老师 你怎么看这张照片 因为之前其实 很多新闻也报道过 一次传难就是几百人 几百人死亡 一次卡车载运的过程中 然后竟然有几十个难民 然后在卡车里面窒息 但是没有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这张照片 引起很大很大的关注 而这张照片真的可以改变 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未来的命运吗 我觉得可以改变 因为三岁的孩子应该是天真无险的 他的姿态里面我们感觉 我们看起来很像是在收睡 沉睡 但是现实告诉我们 他已经溺毙了 也就是说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 应该是沉睡的 他的姿态是沉睡的 因为那种姿态是我们看到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会让我们最窝心的一种姿势 可是我们却 事实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失去生命了 而失去生命的原因在哪里 只是因为他的父母想要带着他去寻找一个乐土 这个乐土就叫做欧洲 这样的情形就让我想起在2000年 我那时候刚好在巴黎大学担任科学研究员的时候 我们出席了一个会议 他们邀请我出席一个比较大的欧盟的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举办得很大 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 他们在讨论欧洲价值 所以邀请了哈佛大学的一些教授来 欧洲人一直在讨论说我们欧洲的价值是什么 结果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说人权是欧洲的价值 所以等于是在2000年的时候欧洲他们宣告 他们这个整个欧盟的精神就是在于人权 但是这是2000年的时候的事情 现在是2000年15年 这中间你看我们经历过整个中东地区 欧洲乌克兰有多少战乱 有多少人悲欢离合 生离死别这样的一个情形 欧洲人是不是慢慢的就麻痹了 对于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是不是麻痹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孩子 这个小朋友这三岁的孩童 他的这张的画面 唤醒了欧洲人 他们原来的一种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就是欧洲人的价值观 就是人权 唤醒他们了 说不要再老是那么的现实 那么的利益的算计 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现实利益的算计 都太自私了 我们忘了我们当时组成欧盟 我们希望我们创造的一个 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就是一种 人权的价值 而我们是不是远离他了 我觉得这位这个孩子的死 唤醒了欧洲人 广大的欧洲人的内心的一种 一种他们原来好像沉睡的 但是当时这是他们的建立欧盟的理想 所以我才会大胆的说 我的推断他们知道他们接待新移民 他们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个问题坦白说 不是我们在台湾能够想象的 我们还想起 我这样子我又想起 我更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越战刚好结束的时候 有很多的越南的难民 那时候到我们的澎湖 那个地方去收容 等待被转移的时候 你想想看 这样的一个前景 这样的一个前景 就是难民这样的一个前景 事实上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感觉是很远的 因为距离我们最近的都只有在澎湖 所以澎湖人应该有点经验 老一代的澎湖人 可是我们台湾人没有这个经验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待过这种难民 所以难民的接待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困难 而且要花很多钱 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会延伸多少问题 还有他们的下一代的问题 等等的 我们可以感觉到欧洲 现在在德国为首的 我觉得德国这一次的表现 真的是一个具有充分道德感召力的 一个国家 这个梅克尔这个领袖 已经配当欧盟的领袖 我觉得他们会改变欧洲人 现在欧洲人我们已经看起来了 越来越多的政府在唤醒 当然还有一堆 有一些东欧的 中东欧的 我们刚好我们的专家 奥地利今天下午又临时关闭 关闭他的边界 是的 所以我想等一下 吴老师会跟我们解释 就是说介绍更多的 中东欧的情况 但是再怎么说 这些富裕的国家 应该要承担最多的责任 可是吴老师我要请教 这件事当然对所有人 都造成很大很大的憧憬 特别是对艺术家 最近这几天其实一直有很多 就是把这样一个悲剧的照片 然后让小男童躺在床上 安详地睡着或是他在海滩上 继续地玩着 或者是说很多动物们在海底 然后出来跟他玩 我还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雕塑家 他特别把这个小男生 雕得很大很大的一个样子 然后在沙滩上写叫做 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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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人性已经在这个海滩上 被冲刷殆尽 就是他说这是全人类的耻辱 可是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欧盟至少他号称是人权立国 或是人权建立了这个欧盟组织 但是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IOM最新的一份资料 我们先来看看光是今年以来到希腊的 到达希腊的人数就已经是二十四万五千多个人 这是光希腊的部分 意大利是十一万六千多个难民 这样子人数任何一个国家都承担不了 多么庞大的经济 再来这些难民 也许是来自叙利亚 也许是来自非洲 其他不同的国家 语言恐怕是一个困难 生活习惯是一个困难 就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他们如果是聚集在一个社区 对于整个社会治安 乃至于后来这些教育 都是很大很大的困难 这不是说有钱就能够解决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 同样也是IOM做的一个统计 这个是在地中海 发生船难的事件 今年跟去年呢 今年的人数当然比去年多很多 可是这个事情是这一两年一直在发生 去年一月的时候就已经有十二个人溺斃 七十七人呢 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溺斃 然后我们看到每一个月份 特别是在这两个月呢 所谓的船难人数呢 是急剧的攀升 换句话说 小男童只是这每年两三千人当中的一个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各国都采取所谓的视而不见的态度 真的有可能因为一张照片大幅改变吗 第二个欧洲国家都自顾不暇 自身难保 他真的有能力 像是梅克尔说 他今年要接受八十万个难民 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我刚才其实我没有月签这么乐观 其实这张照片我会把它比作 如果各位观众记忆有信的话 我记得是一九七年代有一个 非洲有一个小男孩 旁边有个突婴有没有 恶得要死有没有 突婴在后面 后面在后面嘛 那张照片叫饥饿的书蛋 对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个记者是自杀了 因为他人家一直在骂他说 你怎么没有去救那个男孩 可是那张照片同样震撼了世界 然后掀起了全世界要去援助非洲 可是非洲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那事也每天在发生 所以这里面 但是非洲世界是有改善 非洲的整个联合国 整个世界投注在非洲的发展 的资金有改善 所以这也是媒体的力量 我们为什么说媒体照片 这个媒体在整个人类发展里面 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一张照片确实它震撼了人心 所以我感觉是怎么样 确实这个是怎么样 会改善这些难民 可是我不觉得以后 就是所有的欧洲 就会大量接受难民 我们可以看 今年8月1号的一个调查 这欧洲 欧盟做了一个调查 其实现在欧洲人最担心的 最关注的一题叫做移民问题 所以他们其实 现在是被这个照片感动到 可是再来持续 刚才月天讲的非常好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议题 台湾收有多少难民 台湾根本没有收 我们都不敢收 先进国家他敢去收 因为他有准备好 其实他们在讲德国为什么敢收 因为德国事实上是有这种传统 而且他已经有经验了 在东西德统一的时候 收容了大量东德难民 然后在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 东德整个德国也有这个经验 所以他们现在可以收这么多 再介绍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其实只有德国一国很支持 其他其实都冷冷的 你不要看法国英国都冷冷的 那为什么 因为确实我刚才提到 移民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欧洲其实自顾不下 那欧洲为什么可以 不是 德国为什么可以 其实很简单 因为德国现在经济最好 然后德国梅克想要展现说 他现在是欧洲的大国 他逐渐要在欧盟要展现领导 所以你要当领导国 你就要做一些牺牲 要做一些奉献 那这个是促成那个德国的一个原因 但很实质上是怎么样 大家都忘了 德国现在是欧洲里面 欧盟里面最老化的国家 你去看这些难民 根据我的那个统计数字 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青少年 所以德国是有打算就把这些 你去看那些 其实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就把这些纳进来 纳进来他希望来补他的劳工的一个不足 但这还是个非常困难 我们还是要肯定梅克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他刚才提到说梅克要补八十万人 可是梅克同时一启动另外一个机制 我们台湾很少报道 就是在他们在收用这些政策难民 如果他们觉得有些不适合 比如说现在有些国家 像科索沃像阿尔巴尼 他们觉得政治情势比较稳定了 他要把那些有些难民 要把它遣送回去了 你们记得德国前任总理 也接近一个小孩就说 我很想要留下来 可是你还是要回去 所以他在说 因为他的收容容量还是有限 你不可能一下来个几半 然后我把它整个配套 我把整个容量都加大 不可能 可是他可能会加大一些 然后再加上梅克确实很不错 梅克他说 我现在收容难民 我要有配套措施 因为当地的人民会担心 所以梅克已经宣布 他有三千个新的警察的位置 要创造新的三千多警察 维持治安 然后他说他的收容中心 要多建三万多栋房子 让大家对这个事情安心 所以这是必须有配套措施的来进行 然后他欧洲人民才会感觉到比较安心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说在短期内 这些叙利亚难民确实会被收容 可是常来会有很大的比 而且我们还要不要忘记有个新闻 英国跟法国说 这个不断收容不是解决方法 我们要从源头 源头怎么样 我现在要干涉 干预叙利亚 记不记得叙利亚这些出问题 其实美国都不愿意干预 可是因为其实 这是个非常难的问题 你如果欧洲国家去干预 就是人家帝国主义 我现在不干预 他就放难民出来 所以怎么办 这实在很难解决 所以现在他们解决方法怎么样 这边收容一些 然后那边又要潜中间回去 然后同时英法已经提议 就说我要干预叙利亚 我要在源头把这问题解决掉 让那个难民不再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 我们的一个议题 我想不是那么短期就可以解决 不过媒体的这张照片 确实让很多人有被 应该就是说有被感动到 然后感动是自不好 但就是说有被难过到 然后其实要想办法 让我们的人类 其实人类的文明 就在这样一步一步 一些危机里面 再慢慢往前走 不过其实我们换个角度 就是说如果国际社会 或者是马云九总统说 好我们现在也开放 也许一千名 两千名叙利亚的难民来台湾 大家要想说要住哪里 对啊 那接下来几十年几百年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 我们负担得起嘛 语言不通 文化不通 然后教育或是其他的生活方式 甚至工作都会有大的困难 接下来怎么办 如果台湾连一千个两千个 我们都接纳不了的话 德国说要接纳八十万 那会对国 德国是多大的冲击 英国甚至民众讲说 如果你那个英国的首相 你敢说大量开放的话 那我们不排除脱离欧盟 就是我不跟你欧盟完了 所以国内的反对的力量 一定很大很大 可是因为这张照片改变了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来看看 从今年以来 其实这个难民的悲歌就不断 二月的时候 三百多个难民沉船 然后还有二十九个人 在救援过程中 因为太冷而死亡 四月的时候 四月十二号 难民船在意大利沉没 至少四百个人死亡 四月十八号 八百多个难民的船只 在利比亚海岸翻成 八百多个人 只有二十八个人获救 八月十五号难民的船进水 然后底舱四十九个人死 其中大家认为说 他疑似是吸入有毒的气体 那尸体多泡在海水当中 然后我们来看看 其他这些情形 八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难民船在死离利比亚 不久之后就发生事故 五十个人 五十一个人被活活的热死 烤死 八月二十七号 这个在一两个礼拜前 大家也报导过奥地利一辆停很久的货车 后来发现有七十一个人 是在货车里面窒息死亡 八月二十八号 一艘满载难民前往意大利的船只 在利比亚附近的海域沉没 至少两百个人死亡 今年大概已经有两千五百个难民 在途中死亡或去世 而去年大概有三千五百人 所以李老师我想问的是说 难民的问题接下来一定是所有欧洲国家 重大的考验 欧洲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就是大量的接受难民 这次难民危机所谓爆发 其实欧洲国家 包括美国 还有几个这个波斯湾 富有的阿拉伯国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 卡塔 科威特 都应该负最大责任 因为没有叙利亚内战 怎么会有几百万人跑出来 是 在这个四年之前 叙利亚没有一个难民 而且叙利亚还可以容纳一些 伊拉克的难民 还接待一些巴勒斯尔难民 所以这个叙利亚原来是容纳周边国家难民的国家 结果现在呢 他变成输出难民的国家 而且是什么呢 是一九四五年 第二次大战争结束以来 最严重的一个什么 输出难民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说欧洲国家跟美国就想要推翻阿萨特政权嘛 那我们说阿萨特政权没错 他是专制 其实他刚刚接任的时候呢 已经慢慢开放 只是欧洲国家跟美国还算什么呢 就是英文文化革命嘛 所以就说这个他会推翻啊 那埃子的摩曼拉克推翻啊 觉得阿萨特应该推翻啊 所以他们想得很天真啊 就希望帮这些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多元的民主的一个政府 当然如果说理想能够兑现非常好嘛 他问题是民主政治不是什么一出可及 就像我们中华民国 你看我们民主转型 我们是不流血的一个一个什么民主转型 最适合他们来学习的 但是要花时间 所以就美国其实我们走向民主化 他确实很清楚 把台湾建议的民主化的经验 输出到那边去就好了 就是让阿萨特政权慢慢慢慢改 慢慢慢慢改 后来变成多党政治 这样的话怎么就不会有今天的情况发生 所以说西方国家 包括这个图了几个周边国家 真的要付非常大责任 是 否则的话 怎么今天不会有那么多难民 因此刚才我们讲了嘛 那个照片弄出来 实在是非常的凄惨 但是你看你刚才图表也看得出来 这不是今天不是昨天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两年来一直 难民就慢慢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而且越来越多 那随着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什么 的这个崛起 以及踩户人道的这个手段 那蓄力产生根本活不下去嘛 对不对 他两千万人 结果现在什么 其中一千一百万人是难民 你看这国不成国啊 那在阿萨德控制底下的这个老百姓 大概是两千百万人 你看看 所以我说这个蓄力产生没办法活 他就让他出去嘛 是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这个土耳其 这个美国 英国 德国 还有什么 少地阿拉伯卡达 这些想要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国家 他们应该什么 所容的最多难民 特别是少地阿拉伯卡达 跟那个大公国 他们很有钱嘛 他们都是阿拉伯国家嘛 又进来支持 文化宗教都一样 也都是这个什么 我们讲这个逊一派的 那为什么接待呢 是不是 所有的比起德国 比起法国 比英国 这些阿拉伯国家 都不讲话 是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 是不是 这个但应该请責他们 是 是不是 他们就少地阿拉伯 帝国人 其实那么有钱 他接待五十万人 哪有问题 增加劳动力嘛 这不对 大公国卡达也是一样 你看外籍 外籍勞工这几百万人 少地阿拉伯外籍勞工 八百万人 有人说一千万人 外籍勞工 那卡达外籍勞工快一百万人 大公国也超过一百万人 外籍勞工 他们把他们兄弟国家的 这些勞民接过来 不是一举两得 是 解决勞工不足的问题 也解决勞民问题 也是什么一个人道表现 为什么不做呢 反而现在大家都在谴责英国 谴责奥地利 谴责匈牙利 但是对于中东 甚至对美国来讲 似乎他们责任更大 可是嘉章我要请教你 二零一一年四年前的三月 那个时候 我们也一起也请您来谈 那个包括中东地区的 所谓的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村 那个时候大家其实还蛮兴高采烈 新媒体的运动 新媒体带来政治革命 然后可以一举推翻之前的独裁政权 可是没想到推翻不了 就像刚刚李老师说的 之前叙利亚还可以接受 其他国家的难民 结果没想到现在叙利亚 是数以百万计的人 要逃离自己的国家 阿拉伯之村 没有为叙利亚这个国家 带来民主 带来发展 带来和平 反而带来是无止境的悲剧跟灾难 为什么 我们再来看看四年前那场所谓的阿拉伯之村 为什么最后导致的是悲剧收场 2011年3月阿拉伯之村运动在叙利亚引起青少年校游发起反政府示威 遭到安全部队 结果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 叙利亚国土的面移民主要是台湾的5倍大 9层总人口是阿拉伯人 但其中7层是逊尼派穆斯林 另外不到1层5是阿拉伯派穆斯林 也就是阿塞德所属的教派 这群不到300万人的穆斯林 以政治精英的身份 统治叙利亚已经有40年之久 阿拉伯青年要求改变的行动 之所以会演变成内战 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外部势力提供武器 给叙利亚交战的双方 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是政府军主要的军火提供者 伊朗也从2012年底开始加入 而反抗军方面是一面倒的 获得阿拉伯世界逊尼派国家的军援 以及美欧两大西方势力 过去15年以来 西方国家多次以军事武力介入阿拉伯世界 不光如此 去年IS伊斯兰国武装组织 在叙利亚危机中趁势崛起 甚至占领伊拉克北部 让叙利亚国情势更复杂 欧美国家组成盟军发动空袭 对抗IS 但也遭到IS以绑架 斩首西方人士作为报复 现在欧洲面临难民涌入的问题 而这些难民大多又来自叙利亚 根据报道原本只参与在伊拉克攻击 伊斯兰国的法国考虑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 包括沙烛地阿拉伯 甚至包括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 是希望藉由这样子一个革命推翻 他们的阿萨德政府 可是包括伊朗 包括俄罗斯是支持阿萨德政府 换句话是两股国际势力在彼此较劲 较劲的结果是 IS伊斯兰国进来了 占领的北部 所以现在又看起来是 美国想要赶快解决掉IS 所以他就不急着去处理阿萨德 所以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难民草 所以这个叫做国际造成的一个悲剧 而不是叙利亚自己造成的 我想这个 就如同刚才其他几位老师所提到 国际大国的势力 导致这个区域的冲突 才是这个这一次 我们看到难民的动乱的根源 其实这难民的新闻 在过去两三年 我们看很多 今年为什么特别严重原因 是过去几年 我们看到都是从海上路线 包括就是北非 过去不要忘了 这个利比亚 或者是像这个 在北非地区的国家 经历过阿拉伯 茉莉花革命之后 不是每个国家都平稳的 转移的政权 那很多国家都是面临的冲突 而这波火烧到东边 烧到像这个叙利亚的时候 也引起叙利亚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新闻 你可以发现从海陆上来的 到进入到欧洲的 都是北非一带的这些难民 而从陆路的 要走所谓的巴尔干之路 也就是透过像这个马其顿 或者是透过像这个 要走塞尔维亚 希腊 这样子进来的 都是从叙利亚上来 我刚才包括这个 李老师也提到过的 这个为什么阿拉伯地区的国家 都没有帮忙 你看其实在推特上面 这几天最流行的 就是这一张 推特上面 你只要打入这个难民危机 这样一个字眼关注 你就发现这些国家少则数十万 多的像一百多万的收纳的难民 但是你看像沙烏地阿拉伯 零 这个图表在推特在全世界已经收到广大的关注 最主要原因还是刚刚我们讲的 欧洲的报纸跟媒体 他现在就在问到底根源要解决 还是收容要并进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对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是远距观察的一个经验 可是在对欧洲人来讲 是要不要出手相救的问题 所以我欧洲朋友这几天 他们都在报纸 或者是网路工作的朋友都在说 他已经每天都在思考的议题 那特别是 刚才我们也提到 有没有能力来救这些人的问题 刚才提到这个德国 他花了这么多钱 您知道吗 在德国上个星期天 法兰克福汇报 这个星期日版的报纸里面 他就算过了 帮德国算 德国人做事情要先算 帮一个难民进来 一年要花1.2到1.3万欧元 的这样一个成本 换算起来台币大概是一年 可能照顾一个难民要48万 就涵盖说他的教育 他的经费 他的吃 他的周边 跟他所有支持 他这个系统 一个难民48万 你去乘以80万 算起来的话 大概3850亿的新台币 明年105年 台湾的国防预算 也不过才3217亿 德国就要花 比台湾国防部 还要多的年度预算 去照顾这80万人 可是其他国家有没有 所以欧洲的媒体 最近在讨论是两股利益 像中东欧的地方 像这个高宝斯国V4 这个我们看到 像这个匈牙利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这四个结盟的组织 根本里面的民众就是抗议 就不愿意 甚至还有里面的国会议员 批评今天我们一开始看到照片 说那个小男孩穿得那么整齐 那就是他的爸爸贪心 要带他去欧洲 什么再批批他 那个说话不当的议员 马上又遭到西方人士的炮轰 所以欧洲有两股力量 一股是不要让他们进来 我真的没有钱 没有能力了 另外一股力量是像德国 法国稍微有钱 像法国总统欧朗德 今天也才说 我愿意多收两万四千人 那结果英国不收 所以我想讲的重点在于说 还要看欧洲的舆论 在这一波的趋势当中 有没有那个力量 促使他们的国家 做更多的贡献 另外一个是让刚才 包括李老师所讲的 美国或者是阿拉伯国家 重新思考 你要怎么解决 把难民一直往外推 那个根源 要如何解决 这个恐怕是最近舆论的焦点 不过也是根据 IOM的一个统计资料 光是这两天 两天之内 当德国总理美克尔讲说 他愿意收容这些所谓的国际难民的时候 两天涌进德国的难民 是一万两千个人 两天 你要想想 两天一万两千个 不同国家的人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 而且他们是身无分文 来到你的国家 你这个国家怎么办 所以到底你要说我大量收容 结果你大量收容 其他国家不收容的结果 所有人都挤到你这个国家来 你能面对吗 你如果不从根源解决的话 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 我们来回顾一下 四年前阿拉伯之村影响到叙利亚 那民众要求总统阿萨德下台 结果就发生内战 之后呢 伊斯兰国趁机进入叙利亚 一二年十一月的时候呢 反政府组织叙利亚的反对派 得到阿拉伯国的联盟 还有海湾组织的承认 一四年六月的时候 叙利亚首度进行查尔选举 然后阿萨德第二次担任总统 任期是七年 然后一四年九月 去年九月的时候 美国跟盟国对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目标展开首轮攻击 然后今年七月的时候 因为内战被迫流亡的难民 超过一千一百万人 其他国家收容超过四百万 那在叙利亚境内呢 还有七百多万个难民 是流离失所 所以拉老师我再请教一下 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叙利亚问题呢 恐怕是国际两股势力呢 共同在角力的结果 但是现在又进来另外一个 大家更头痛更厌恶的叫IS 所以大家想要去处理IS 就不急着去处理叙利亚 但是叙利亚的难民是蜂蕴蟲 他们境内到其他世界各国 世界各国说 我到底要收还不收 不收的话被人家骂说 我冷血见死不救 收的话我这个国家可能会垮 怎么办 我觉得先介绍一下 我们一般都忽略的 而且也是西方媒体 故意忽略的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说 事实上就是从叙利亚的内战开始 就一直有难民 这个叙利亚的北边土耳其 事实上它收容了190万的难民 我们再强调 土耳其财政状况不理想 它收容190万难民 黎巴嫩更穷 黎巴嫩自身难保 可是黎巴嫩收容了113万的难民 约旦63万难民 收容了63万难民 连伊拉克还在内战的状态中 都收容了将近25万的难民 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数字 就告诉欧盟的国家 你们很富裕 可是我刚刚列举的这些国家 黎巴嫩自己自身难保 伊拉克自己内战 土耳其的经济 其实也是压力很大 约旦的经济状况我们都知道 它几乎是海湾国家中 经济状况最不好的国家 可是我们都看到 他们收容了少着25万 多着193万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坦白说我们就看到了 欧盟才收容多少人 这简直是对比之下 实在是太可笑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您提到的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今天的难民组成 基本上大体上是四个成分 阿富汗一个成分 伊拉克难民两个成分 利比亚难民三个成分 第四个最近涌出来的 叙利亚难民四个成分 这四个成分都有一个共同点 第一个共同点都是 美国的武力进入这个地方 第二个共同点就是 欧盟北约的力量进入这个地方 都是用武装力量进去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问 他们当时的理由就是说 我要把民主政治推进去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 非常根本的原因 什么原因 这些国家通常都有 都有中派的问题 实业派跟虚拟派之间的问题 可是他们的人口结构 都不一样的 而他们这些中派的人 对自己的中派是非常效忠的 这样的情形下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在伊拉克 原来执政者是虚拟派少数党 在野党是实业派 你要硬推民主政治 一投票的结果 从此以后虚拟派永远是在野党 永远几十年 几百年 他几乎都是在野党 请问一下原来执政的虚拟派 当然不干 那就一定是内战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叙利亚 叙利亚的多数的是虚拟派 少数的是实业派 现在阿萨特政权 执政的是实业派 如果你要硬推民主政治的话 现在执政的实业派 一定就变成在野党 永远的在野党 而现在在野党的虚拟派 就变成永远的执政党 请问一下伊朗要不要介入 俄国要不要介入 所以实业派的伊拉克 最后也会介入 这样的情形 民主政治的推的结果 又加入了中派里面 然后又加入了 他的对中派的效忠 转变成为对于政党的执政的情形 复杂 但是你美国为什么要去捅这个麻风窝 为什么要去搞乱 特别是叙利亚 其实我们强烈的怀疑 美国当时有一个军事的动机在里面 是因为 叙利亚提供给俄国 唯一的俄国在地中海的海军的军事基地 作为俄国黑海舰队在地中海航行中 能够停靠停补补给的一个地方 所以要把叙利亚搞乱 把阿萨德政权推翻 这样的情形下才可以把这个 扶持一个反对俄国的 也就是逊尼派的人来掌政的话 这样的情形就可以把这个黑海舰队的军事基地 把它拿掉 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同样的情形 为什么会发生乌克兰内乱 目的就是要把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国的军事基地 把他拔除 为什么 因为要培养一个亲欧的乌克兰政府 把亲俄的乌克兰政府推翻掉以后 这样的情形他的租约马上到齐了 这样可以把他拔掉 所以我们会看到中东地区的乱局 包括利比亚也好 包括伊拉克也好 包括叙利亚也好 包括乌克兰也好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乱局 都是假借的民主政治的大旗 但是实际上他们有他们的 政治的动机 那个动机 完全就是要把俄国的黑海舰队 从地中海清掉 让北约能够完全掌控地中海 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隐藏的一个军事利益 军事安全 政治的动机 用民主政治的包装 介入以后捅了这个马蜂窝 捅了这个马蜂窝以后一看 难民这么多 怎么办 解决 结果伊斯兰国一下子爆炸起来了 扩张了这么大的领土 难民一下子激增 这个时候欧洲人本来想 也不见为敬 所以原来的难民 一直在地中海淹死的时候 简单报导 冷处理 平淡报导 一直到这位孩子的照片 蹦出来了以后 对不起 那些冷报导没用了 政客的想办法要淡化这些事情 没用了 因为让太多的欧洲人领悟到 他们的政府到底在干什么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民 难民来自于内战 内战来自于西方 还有海湾国家 刚刚李老师讲得很清楚 海湾国家各种不同的政治盘算 进入了这一些国家 造成这一些国家的悲剧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求 也会呼吁 这些原来有不同政治动机的国家 美国为首 欧盟 北约 台湾国家 你们造成的这些悲剧 坦白说你们应该要挺身而出 说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了 我们来看这两年层出不穷的难民杯葛 这段画面是在地中海航行的货轮 哲兰号上的船员 在协助抢救难民过程中所拍摄 可以看到这艘小小的橡皮艇 已经严重漏水 船上的难民迫不及待地离开小艇 登上这艘货轮 哲兰号随后抵达意大利 西西里岛东部的卡塔尼亚 幸存的难民提到事发经过 还是心有余悸 为了到欧洲寻求庇护 非洲和中东各地的难民冒险从北非偷渡 跨越地中海 根据统计今年以来 已经有35万难民以及非法移民 散尽家财前往欧洲寻求新生 但有2300人不幸沦为颇城 不光如此上个月 奥地利警方在公路旁发现一辆 集满50具难民一体的冷冻货柜车 明显是人蛇集团冷血丢包 难民冒死从北非中东逃离战火贫穷 但随时可能像那一车难民一样 不明不白死去 我们想活在平均 我希望我的生命是安全的 历经千辛万苦成功踏上欧洲大陆的难民 有国家对他们敞开大门 有国家逐高墙封锁车站 把他们挡在门外 匈牙利警方一度阻拦近2000名过境的难民 自行买票搭火车 前往奥地利德国寻求庇护 引发数百人连续两天在布达佩斯火车站外抗议示威 一度占领转运站的主要道路 有几个人被逮捕 要去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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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到国家 去到任何国家 但是 我认为 这些都不正确 难民即使最后成功抵达目的地 挑战还没结束 德国收拢所已经多次遭到攻击 尽管德国总理梅克尔严正声明 绝不容许攻击难民的行为 不过近半年来 德国每个月 几乎都有炙手一起难民民众火案 要化解这样的紧张情势 恐怕相当困难 不过在这两天媒体还没有大幅报导 这个叙利亚小男童的这个悲剧之前 大部分欧洲国家对难民的态度 是比较保守的 可是最近这些国家都开始在思考 是不是之前的政策是错了 我们来看看最新世界各国 特别是在欧洲 他们对于这些难民的态度 德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率 德国说预计要接受八十万个难民 那投入经费可能会高达一百亿欧元 英国说打算要接纳一万五千个难民 增加一亿的英镑 法国说要跟德国联合提出来 永久性而且强制性的机制 奥地利原本是开放边界 让聚集在边界的难民可以入境 可是这是暂时性的措施 而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他们也紧急关闭了边界 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 匈牙利派巴士 把难民送到奥地利的边界 那打算要强化边界的管制 也可能派军队到南部 兴建更高的柵欄围墙 封锁南部的边界 美国说他承诺明年秋季前 要接收五千到八千名的难民 打算要捐大概是八亿七千万的台币 给联合国难民署 澳洲的部分说要收容更多叙利亚 跟伊拉克边境的难民 也愿意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 但是这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德国为什么率先表态 要接受八十万个难民 而教宗也表示 希望每一个教区 都可以接受一名难民的家庭 我们来看看 欢呼拍手跟集长生此起彼落 来到德国的难民受到贵客般的对待 小孩有心血穿 还有德国小朋友跟他们分享糖果玩具 大人们也暂时忘却沿途的疲惫跟挫折 除了匈牙利 大批难民受宠落 经免费的高速铁路食物 以及民众热忱的欢迎 稍稍贫复他们连日来 在匈牙利遭到排挤的沮丧 尽管德国境内也有仇坏的极右派 但这次有更多人挺身而出 为了协助地方处理难民事务 德国联合政府加速提拨 30亿欧元的经费 德国总理梅克尔强调 德国有能力在不加税 也不危及联邦财政下 照顾今年可能暴政到80万的难民 不过接下来 能将执行欧盟的都柏林协定 也就是难民必须再进入欧盟的 第一个国家 登记和申请庇护 因此奥地利铁路公司 星期一开始就不再转运 来自匈牙利的难民 但匈牙利布达佩斯 到奥地利维也纳的直达火车 正常行驶 没有签证的难民 要经过两国警方判定 能否搭火车入境 受到山岁南童亚兰利币照片的震撼 欧洲民意转向支持难民 天主教教终方几个 六号也呼吁 欧洲每个教区收容 一个难民家庭 教廷两个教区将以身作则 接纳两个难民家庭 英国首相卡曼隆也在民意压力下 考虑收留一万五千名难民 英国前外长米利班哲呼吁 美国应该出面协助叙利亚难民 因为叙利亚的阿拉伯邻国 像是约旦就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可以比欧洲做更多事 记者陈秋梅报导 我问李老师你刚刚一开始也批评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 包括美国等这些所谓应该负起责任的国家 可是问题是这些探民 没有到他们家门口 所以他问题就觉得 这不关我的事 我们来看看这个也是IOM 所统计的一张图 其实最主要大概会有三个路线 一个是走陆路 那也许到希腊过去 另外一个是从地中海 不管是到意大利 或是马尔他这个国家 那另外也可能从非洲 或是走地中海到西班牙 而这三个地方很多 不是最终的目的地 他们很可能到意大利 到希腊之后想要再转进 不管是到德国 或是到其他的国家 叙利亚这个家庭 就是这个小男童的家庭 就是他们到了希腊之后 想要再到欧洲去 可是从土耳其到希腊的途中 就不幸发生船难事件 换句话说 美国跟沙地阿拉伯 没有面临那么大的 难民已经跑到你家门口 来的那个大的压力 可是现在怎么办 接纳也不是 不接纳也不是 我想问的是说 这个事情接下来 因为舆论 他可能会面对很大的压力 可是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 这个政策会改变吗 会持续吗 李老师 我是认为刚才采取两种 这个解决的方案 一个是源头 怎么样让他减缓 甚至什么的 没有难民流出 那就叙利亚的什么 政治解决 这个不能靠战争 你看你打到四年 打不下去嘛 那刚才我们知道 这不但是国内的这个 什么教派 以及政治权力的这个斗争 国际监力也介入 所以打下去的话 是没有完没了 这一定要是政治解决 那么过去黎巴嫩也是方内战 打了很久很久 最后什么政治妥协 比如说总统 就是马龙派的这个 这个什么基督徒 然后这个国会议长 是这个什叶派 然后这个什么总理呢 是叙利派 那没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黎巴嫩也是一个模式 透过政治安排 那么大家怎么办 可以接受 所以说叙利亚未来 可以朝这样的方式安排 否则就是赖老师说的 对不对 你就多数有统治少数 难道怎么就去后算账 所以你的意思是 要让美国或者是英国为主的 这个西方国家 然后再跟俄罗斯为主 然后双方坐下来谈 如何让叙利亚这个国家 可以停止内战 然后和平继续相处下去 让这些难民 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 这个就算是阿萨德 没错 就是说透过政治安排 也才能够怎么一起对付伊斯兰国 否则的话 现在给伊斯兰国 这个什么很大的机会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其实阿萨德过去 在四年前 他是警告西方国家 他说只要叙利亚内乱 那么叙利亚 就会成为什么呢 恐怖主义的温床 他讲没错 他很清楚 他在那边的话 他有效的来什么 控制这个恐怖分子 所以当着叙利亚内部 没有什么恐怖分子 后来你看内战爆发 他自顾不暇 恐怖分子跑进去 所以伊斯兰国这样串起来 所以我说这个政治解决 把这个反对派 跟阿萨德的问题 能够搞定了 然后一起来对抗IS 才能够怎么对症下药 这是源头方面 好 那么现在这个难民怎么解决呢 刚才你说这个沙特拉伯到现在 好像这个 因为家门口没有难民 对 其实沙特拉伯跟约旦有边界相邻 那约旦跟叙利亚也是边界相邻 那个难民如果说什么 从约旦到沙特拉伯非常安全 只要沙特拉伯说 我愿意怎么样 接待一百万个难民 他通通跑去 为什么 沙特拉伯也有钱 他马上可以提供所有一切 而且什么都叙利派 那不是非常好吗 那约旦你看全能要死 结果约旦还还 接纳六七十万个难民 那黎巴勒呢 于是自顧不暇 现在这个难民已经在黎巴勒人口三分之一 这个会造成什么内部政治 这个权力分配改变 那对沙特拉伯最有影响的 不就是美国吗 是啊 所以我说这个美国 根据澳门 也应该敦促沙特拉伯 就说当初你看你们包括塔达 这个大公国那么热衷 支持这个叙利反对派 就现在搞了那么多难民 你们是阿拉伯的国家 走路就过去 而且你又那么有钱 对不对 比起欧洲很多国家 烧鸟棚很有钱 卡拉伯很有钱 大公公很有钱嘛 而且刚才我讲的嘛 他们建立做什么数以百万 一些外国外籍劳工吧 就说他们严重欠缺的勞工嘛 那这叙利亚都是阿拉伯人 都是迅利派的 都是兄弟啊 我为什么不接纳 所以吴老师你也认同说 这整件事情 这一波最大的所谓的欧洲的难民潮 最关键的最有力量的解铃人 就是美国 我其实我不是 我不同意 我觉得其实这太简单了吧 把所有这种问题都灌费给美国的介入 因为基本上追求民主是很多人 就是说追求民主自由是很多难民要的 一个 我要去哪个国家 其实我是一个选择 或者说人家给我错误的资讯 那基本上 传统上在接受难民 就从来就不是沙拉伯 从来不是那些中东国家 因为那些中东国家虽然有钱 但没有法治 没有民主 没有人权 很多人是为了逃避 被压迫 我们要回到最延迟的就是怎么样 什么叫做难民 其实难民有一个定义 就是说如果你说 因为你的宗教信仰 因为你的国籍 因为你所属的社会 社会群体 因为你的 race 你的种族 你被破坏 你就有权力去申请难民庇护 所以基本上这些人都会 本来就是会走向这些西方 比较民主国家 在澳洲也是一样 在东南亚地方收容最多 就是澳洲 纽西兰 然后还包含这个社会本身的组成 你看像日本是个民主国家 没有错 可是日本是比较 就所谓比较 应该说比较没有那么open的 没有那么开放的 东南亚的一些难民 也不会想要到日本去 日本一年只收五千个难民 德国一年收十二万个难民 美国一年收八万个难民 所以你还包整个政治制度 这些整个一个 就是我想要去哪些地方 这些叙利亚人 我刚才讲 为什么不去沙徒加坡 就说其实这些地方 本来就不是传统上 不只说不是传统上 就不收容 而且他的政治制度就是不民主 然后其实这次匈牙利 他也用派军队 好像最硬的 我们就不会骂他 然后反而是怎么样 最愿意open的 我们就想你怎么不敢收容多一点 这事实上是个 不是那么一个简易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把所有问题怪到美国 其实美国没有收容奈民 那很简单 因为你要穿越整个大西洋 跟穿越地中海 那是不一样的一个行程 要穿越那么多是非常困 那大西洋整个非常困难的 美国的一个介入 我觉得我会感觉上 阿拉伯之尊 并不是美国去发起的 阿拉伯之尊 事实上是我刚才讲说 全世界走向民主化 这是全世界的所有人都在走的 这是个趋势 然后他们当然看到西方这么繁荣 这么民主 这么自由 他们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 被重视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会觉得说 美国是怎么样 是有点是在擦屁股 实在是做不完 那因为大家都把美国当作 欧洲当作是什么 我最想要去的 你看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是收容很多那边 叫做北欧国家 北欧 因为北欧其实我们刚才没有 事实上 就人口的百分 其实德国只收大概 如果以百万人口 因为他们有八千万人 大概五百多人 事实上以比例 收最多是哪一国 你知道是瑞典 他每百万人收五千多人 为什么 因为瑞典收了之后 还会发给他钱 还会给他利用钱 教育他 给他很多地方 所以很多人是争相 我是想要去北欧 可是到不了 太远 太远了 而且还有可能还有气候问题 各种方面无法适应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看这些 现在这些国家 我们想看 但我们反思说 台湾能做到多少 这个你想看 我们来一个十个难民 很多人就开始 我们媒体看会怎么去讲那些 就开始讲说 还要付多少钱 政府要付多少钱 其实还包含整个社会 接受难民的一个怎么样 接受外来移民的一个 他的本质 欧洲本来就是长期以来 美国都是收容外来移民的 像德国这一次 你看他们报道他们讲说 我们就是欧洲的美国 为什么这样讲 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要做欧洲的美国 就是美国本来就是收容难民的一个 有这种传统 德国可能以后也要走向这条路 也是呼应我刚才讲的 因为德国在老化 他老化 他一定要适当的移民政策 其实台湾在未来 我们要思考 我们要有什么样移民政策 要不然你想想看 以后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话 我们健保就破产了 这都是一个整个国家的配套里面的一部分 德国收容这些人 其实也在思考他整个未来 他怎么补足他的年轻的人口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复杂的议题 并不是那么简单 刚才吴教授提到说 这个沙特阿拉伯 好像过去都没有接纳难民 其实我曾做个补充 沙特阿拉伯过去在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他接纳几十万的巴勒斯坦难民 沙特阿拉伯接纳过来自 两百万的难民 他不是没有接纳过 克威特也接纳过几十万个什么 加一百万的巴勒斯坦难民 所以他们彼此都互相接纳 不是没有的 那今天就是因为他们怎么 他不公开表示要接纳 难怪这个难民没办法去 像约翰约翰不是阿拉伯国家 他那么穷 他会接纳六十几万人 所以阿拉伯国家 其实过去就长期接纳彼此的 就是说地区性的阿拉伯难民 不是没有 所以有些有些这个难民不错 可能想要对民主地方去 但是如果说他们阿拉伯 比较有钱的兄弟国家 可以接纳 他干嘛冒那么大风险 至少再怎么样 沙烏地阿拉伯都比西利亚好 对 我觉得这还是有个差异 李老师我知道他讲那个 但基本上叫难民营 那个就也好 就马上就前送回去 伯州的那种 并不是整个去建立一个难民营 所以我觉得那事还是不一样 伯家璋我要请教你 就是说其实这几天 大家也看到这样子一张照片 说那台湾能做什么 那后来就说之前那个库德族 来到台湾的大门口也被赶回去 台湾也没有所谓的难民法 我们更没有所谓的接待难民的经验 那我当然知道有人在政治解读 一九四九年那件事 不过这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我想说的是台湾能做什么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或台湾民众 其实对于这个事情 当然是关心 但是没有想到说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能力 或有什么样的制度 或什么样的法规 去处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是从政府到民众 恐怕都还需要思考的 而最大的关键是说像德国 跟德国法国来讲 他是有整套的法规在做 他是非常清楚的规范 你进来以后 我要给你什么样的保护 你应该有多少的生活必需 而且他给他多少的尊严 那现在就变成了 台湾如果你只是从 做善事的想法来想 那我觉得那太短暂了 你没有考虑他五年十年后 你看他的二代怎么办 他来这边 如果待不下去 是不是又跑回去了 是不是又往欧洲地方去了 所以我们当时的好意 会不会变只是昙花一现 如果没有更深层的制度思考 我觉得台湾 你不能只是看好奇 你如果真的要认真做 那就政府认真来讨论 但这也是我们参与 国际社会很重要的机会 我这边举一个法国为例 越战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越南难民来 是 法国就接待了 接纳了三十万的越南难民 法国就在巴黎的十三区 就是南方这个地方 他整个把它建立起来 例如说我们看到 他盖了一个都是大概在23到25层 左右的这种大楼 来作为什么 作为接待这些越南难民 可是不要忘了 要给他们工作 给他们安定 是 结果现在你看那个地方是放 喂 苏瑁 就有一个事情比较贏了 你叫我先去拼一下 怕人家回来 校长 我是老潘 最近你点了身体 好像 我最放心不下的 是文彬跟校长废人 年轻人出小的到年多的 现在总是什么身材 都好够 都好够 我这个十一点五十的 我是教育 不行 我这边没有 如果你喜欢拍照记录生活 或对影像创作有兴趣学习 千万不要错过 一年一度的公式乐陵营 乐陵营教你如何用影像说故事 还能亲身体验拍片过程 更有专人指导 课程有趣 让你回味无穷 明儿有限 报名要快哦 详细警察 02